iPhone 15正式发布,苹果发布会一文汇总,七款重磅新品都在这了。 苹果、OPPO、US正式发布了iPhone 15系列新机, 包括iPhone 15、15 Plus、15 Pro、15 Pro Max四款机型, 一同发布的还有两款手表Apple Watch Series 9、Apple Watch Ultra 2、 另外还有苹果A17 Pro芯片由iPhone 15 Pro和15 Pro Max首发。 而在用户使用一些应用App并将其切换到后台时,如音乐。 灵动导也能以另一种形态来显示这些软件, 还可以轻点这个区域进行更复杂一点的操作。 比如切换歌曲,一、iPhone 15 Pro系列,史上最强iPhone。 先看外观,粗看没啥变化,但其实细节上的改变还不少。 首先是边框部分首次引入钛合金材质, 采用5级钛金属与火星探测器上的材质相同。 边框经过了精密加工、打磨、刷光和喷杀, 共打造了四款配色。 分别是黑钛、白钛、蓝钛、天然钛。 这让iPhone15 Pro系列成了历史上最轻的iPhone Pro机型。 同时,边框部分也加入了弧形的设计, 握持不再歌手了,两者结合能大大改善手感。 边框上的静音波片开关也正式取消, 改成了可自定义操作的实体按钮。 长按可实现静音功能, 并且可以自定义成其他功能, 比如手电筒、快捷指令、相机、放大镜、翻译等等。 iPhone15 Pro和iPhone15 Pro Max屏幕尺寸分别为6.1英寸和6.1英寸。 依然是零动岛的挖孔方案, 但边框进一步收窄,是历史上最窄边框的iPhone。 性能是这次iPhone15 Pro最大的亮点, 全球首发了3nm芯片A17 Pro。 这也是苹果第一次推出Pro命名的A系列处理器。 A17 Pro拥有191晶梯管, 配备6核、CPU, 其中包括两颗性能核心,四颗能效核心。 神经网络引擎每秒35万一次操作, 支持AVE解码, 支持USB3,最高10Gbps传输速度。 GPU升级更激进, 采用Apple设计的着色器架构。 6核设计,性能提升20%, 支持硬件级别的光线追踪。 速度比A16 Bionic上的软件光线追踪快4倍。 得益于这个重大的升级, iPhone现在可以直接跑PC主机游戏了。 生化维基4刺客信条, 幻影都将会移植到iPhone上来。 影像方面, iPhone 15 Pro依然是三摄方案, 主摄为4800万像素四合一设计。 默认输出2400万像素图片, 升级了1200万像素的三倍长焦镜头, 1200万超广角。 整个系统可拍摄24mm, 28mm,35mm,三个焦段。 iPhone 15 Pro Max的进一步升级, 带来了1200万像素的五倍前望式长焦镜头。 采用四重能镜设计, 传感器比14 Pro Max大25%, 超广角也是全新升级的1200万像素镜头。 支持超广角微距了, 整体可实现微距13、24、28、35、48、 120mm七个焦段的拍摄。 全新的涂层减少镜头炫光, 鬼影问题可能会得到改善。 人像和夜间模式的弱光成像效果也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iPhone 15 Pro系列还支持空间视频拍摄, 搭配Vision Pro使用观看。 价格方面, iPhone 15 Pro共有四个存储版本, 128GB 7999元, 256GB 8999元, 512GB 10999元, 1TB 12999元, iPhone 15 Pro Max只有三个存储版本, 砍掉了积累的128GB版本, 256GB 9999元, 512GB 11999元, 1TB 13999元, 两款手机将于北京时间9月15日开始预定, 22日正式发售。 而在用户使用一些应用APP并将其切换到后台时, 如音乐, 灵动导也能以另一种形态来显示这些软件, 还可以轻点这个区域进行更复杂一点的操作, 比如切换歌曲。 2. iPhone 15系列, 灵动导加上了, iPhone 15采用了类似iPhone 14 Pro的灵动导设计, 留海平方案被苹果放弃, 与此同时, iPhone 14 Pro上的灵动导交互体验也来到了15和15 Plus上, 当有来电, 短信等通知时, 灵动导会变化它的形态, 以便让用户能够更直观地接收到这些信息, 而在用户使用一些应用App并将其切换到后台时, 如音乐, 灵动导也能以另一种形态来显示这些软件, 还可以轻点这个区域进行更复杂一点的操作, 比如切换歌曲。 屏幕方面, iPhone 15这次用上了Super Retina XD2屏幕, 屏幕亮度可达到1600尼特, 峰值最高2000尼特。 影像上, iPhone 15和15 Plus配备了4800万像素主射, 裁切主射获得两倍变焦, 使用普通模式拍照, 当相机检测到人物时, 可以自动捕捉紧身信息, 支持拍摄后设置光圈效果和对焦点。 核心配置上, 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都搭载了苹果A16仿生芯片, 包括多达161个晶体管, CPU核心6个, 包括两个高性能核心和四个省电核心, 性能较上一代提升40%, 配备USB-C接口。 支持卫星通信, 配色方面, 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加入了粉色, 后盖为亚光玻璃工艺, 手感更好。 价格方面, iPhone 15, 128GB 5,999元, 256GB 6,999元, 512GB 8,999元, iPhone 15 Plus, 128GB 6,999元, 256GB 7,999元, 512GB 9,999元, 而在用户使用一些应用APP并将其切换到后台时, 如音乐, 灵动导也能以另一种形态来显示这些软件, 还可以轻点这个区域进行更复杂一点的操作, 比如切换歌曲, 3,iPhone 14分之13下架, 降价, 随着iPhone 15的上市, 苹果立即调整了就产品线, iPhone 14 Pro系列下架, iPhone 14系列降价, iPhone 13降价, iPhone 13分钟i下架, iPhone 12下架, iPhone SE 2022不动, iPhone 14起售价降至5,399元, iPhone 14 Plus起售价降至5,999元, iPhone 13, 128,256,512, 击辟此前售价, 分别为5,399,6,299,8,099元, 如今来到4,699,5,699,7,699元, 分别降低了700元,600元,400元, 还挺良心的, iPhone 13分钟i则依如此前预期, 已经下架不见, 而连续两代不再退出mini版本, 标志这小屏机的时代已经结束, 不用再心心念了, 对价格敏感, 需要苹果入门机的, 依然可以购买iPhone SE 2022, 但价格没有丝毫松动, 还是64GB3499元, 128GB3899元, 128GB4699元, 4,A17 Pro处理器, 3纳米190易晶体管, 毫无意外, iPhone 15 Pro系列带来了全新的处理器, 但不是传说中的A17 Bionic, 而是叫做A17 Pro实现了又一次进化, 相比上代A16, 这次的A17 Pro处理器制造工艺, 从台积电4纳米升级到台积电3纳米, 晶体管数量从161个增加到191个, CPU核心还是万年不变的6个, 依然分为两个性能核, 四个能效核, 只是进行了微架构改进, 其中, 性能核改进了分支预测, 增加了解码和执行引擎的宽度, 号称提速10%, 能效核心则号称是能效最高的移动CPU核心, 达到了竞品没说具体谁的三倍, 神经引擎核心还是16个, 但是算力从17TUPS来到了35, TUPS几乎翻一翻, 独立的视频引擎与显示控制器, 首次原生支持AV1视频解码, 但不支持编码, 新加入USB3控制器, 首次支持USB3.0规格, 传输带宽10Gbps, 配合新的USB-C接口更加方便, 不过你需要单独的数据线, 苹果声称, A17 Pro可以带来比其他任何智能手机都更快的光追性能, 对比A15软件光追也提升了足足4倍, 值得一提的是, 3DMARC光追测试项目今年也已经登陆iOS, 高通, 联发科虽然早已硬件支持实施光追, 但在游戏落地方面进展极为缓慢, 现在有了苹果的带动, 相信大家很快就能玩上各种光追手游了, 5.Apple Watch Series 9超乎想象新手势, Apple Watch Series 9带来了全新手势双指护点, 官方称之为超乎想象的新手势, 这个手势就是食指和拇指互相点两下, 适合另一只手繁忙的时候使用, 可以实现多种功能, 比如接听电话, 关闭闹钟, 遥控拍照, 控制电视播放等等, 都可以自定义, 双指护点的实现得益于 Apple Watch Series 9强大的神经网络引擎实现, 7S9芯片拥有56个晶体管, Apple Watch Series 9屏幕最高亮度可达2000尼特, 最低亮度只有一尼特, 依然实现了18小时续航, Apple Watch Series 9还支持定位你的苹果iPhone, 可以精确显示方向和距离, 即便它在另一个房间, 外观设计方面, Apple Watch Series 9的铝合金表壳新增了粉色, 此外还有星光色、银色、午夜色和红色, 不锈钢表亮可选式金色、 狠色和石墨色, Siri在新品手表上也更加强大, 支持离线呼叫, 即使在网络不好的情况下也不影响速度, 而且可通过手表直接向Siri语音询问自己的健康数据, 价格方面, 铝金属板售价2999元起, 可选GPS或蜂蜂网络, 不锈钢板售价5799元起, 全系标配GPS加蜂蜂网络, 6.Apple Watch Ultra 2, 苹果史上最亮屏幕, Apple Watch Ultra 2搭载Apple S9C芯片, 屏幕峰值亮度达到3000Lits, 这是苹果有史以来最亮的显示屏了, 依靠光线传感器, 可以自动切换夜间模式, 它同样支持RWB超宽频技术, 正常续航36小时, 低功耗模式可以达到72小时续航, Apple Watch Ultra 2外观几乎没什么变化, 依然是钛合金材质, 其海拔高度支持500到9000米, 意味着用户可以带着它攀登珠穆朗玛峰, Apple Watch Ultra 2同样支持双指护点功能, 适合另一只手繁忙的时候使用, 可以实现多种功能, 比如接听电话, 关闭闹钟, 遥控拍照, 控制电视播放等等, 都可以自定义, 价格方面, Apple Watch Ultra 2定价6499元, 很多谢你的观看, 感谢接收我们的资讯, 谢谢关注本频道, 拜拜。